泰鱸隔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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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就是這一棵泰鱸隔壁 挺大一棵喔 在我們國家公園裡面 還蠻多地方可以看到泰鱸隔壁的 像是在我們的濾水步道 追入古道 還有天翔那邊 還有西堡那邊都可以看到 我們泰魯隔離的蹤跡喔 那其實在泰魯隔國家公園之外的地方呢 其實就不太容易看到泰魯隔離 只有可以在東部明星的地方可以看到 泰魯隔國家公園有蠻多石灰岩地形喔 那石灰岩這個東西對於大部分的植物來說 是屬於比較平級不容易生存的一個環境 可是偏偏我們泰魯隔離它非常喜歡這樣的環境 而且它適宜令非常非常的強喔 所以我們泰魯隔離國家公園的峽谷地區 就可以算是我們的泰魯隔離它的一個生育之地喔 每年大概11月的時候它就會開始結果 那它的果實下方會有一個小小的杯子 很可愛的蝌蚪包覆著 非常的可愛 那在果實成熟之後呢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松鼠穿越在森林裡面 他們要找什麼 他們就是要找這個成熟的這顆果實喔 那那個松鼠當他們吃完吃飽之後 就會把這個果實嘞 藏到他們想要藏的地方 想說之後可以拿來吃 沒有想到他這樣東藏藏西藏藏 藏著藏著 他就忘記他藏在哪裡了 真可愛 所以他就這樣子順勢的幫我們泰魯格力傳播種子下去囉 沒錯沒錯 差不多在日本時期的1917年 那個時候有一個日本植物學家叫做卓卓木瞬伊 他在八達岡那個地方發現了 最先發現了泰魯格力 然後也幫他做這個命名的喔 嗯 沒想到泰魯格力還有這麼多有趣的故事喔 對啊 所以一定要親自來看一看 我們台灣的特有種泰魯格力